提问题学数学 今天要看台南理中只有班这道题 这个呢也算是一个常见的题型 一个长方形给了三个角的三角形 问里面的面积 那这边呢是一个比例 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 这里呢先放大成12 这边是22 22 这里是12 这里是35 那今天这道题是一个引导计算 关键呢就是要算这个4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先这里呢 它引导我们做一条平行线 那假设这边是M跟M 接着呢我们把这里连起来 好那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一个的面积 有两种表示建立M跟M的等次 这里呢第一种表示是什么 FCK FCK其实是 所以这里的第一个表示 就是三角形FCK 其实是35乘上M加M分之N 好 因为这边呢 整个是M加N 这里占了M分 这是第一种 那除了这招还有什么方法呢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上面是长方形的一半刚好是22 那下面的长方形呢一半 也会是这两块加起来 这块加这块呢等于长方形的一半 因此呢我们现在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就会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22先乘上M分之N 然后再减掉12 这样子呢也可以表示这块的面积 接下来就是一项整理 好我们呢同时乘上这两个 所以35的N 的M 等于22的N乘上M加N 减掉12倍的这个M加N乘上M 好那接着呢这里有35NM 22 这边呢是12个 所以呢就是25的MM 好那这里呢还有可以得到22N平 减掉12M平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得到M比M会等于3比2 好那解出3比2 利用这个2比3 我们就可以解出来 大的是110 那110扣掉这三块 就可以得到呢里面这块是43 3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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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